Hello,我是圆圆,圆喜青 其实我还挺喜欢这个名字的 幽默中又不识可爱 可爱的来,又很上头 Nice 珀斯终于到珀斯了 紧张得我满手识汗 如果说墨尔本是我的圆梦之地 那么珀斯就是我的 哲学导师 没有啊,要个地方顶好一笔称乖导师呢 没啥不可能的 在我看来万物皆可为师 只要它给予了你启发,陪伴 或者帮助你完成了一次思考 那他就是你的老师啊 欲伶啊,呀碎 好吧,正如本期题目所示 你们也知道了 我在这个哲学之地 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哲学问题 没错,分手 这可是个大事儿,于我而言 因为我目前人生呢 可能也就这么一次正儿八经的分手 感情精力有限,切莫取笑 这是一段呢,差点进入婚姻的校园恋情 本来以为他会暗户就班的进入爱情的坟墓 结果他就跑偏了 走向了正正的坟墓 后来想想,其实也没差 这不都是殊途同归吗 无论是同学,朋友,家人 都认为我肯定会跟他结婚的 可往往人生就是如此打脸 毕业以后,他出国留学 我选择就业 在异地了快一年的时候 我在珀斯收到了这个分开的答复 如果你们感兴趣 之后我可以做一个专题 分析一下为什么校园恋情容易失败 想看的扣一 分手这件事上 没经验的可就GG了 当时特别搞笑 我们一般非珀斯都会特别开心 具体原因咱们下期详细说 这期主要八卦 我那班偏偏排到了和一个称务长一间房 而且还是检察员 就好比公司团建 你和你们部门经理住一块 又或者说是出去学农旅游 你和班主任一间房 就这种感觉 真的就是各种不自在 首先你肯定得戴面具的 你不可能像跟同学一起住那么放松 因为心理上总有一种被压制不平等 且随时有可能被考察的感觉 说句不好听的 我当时在房间里放屁都得踮着脚走去厕所放 你说说 就这种情况 我还得面对分手这样的大事 难道此时 你们不应该把太难了打在公屏上吗 后面要还有你们觉得难的部分 请自觉上弹幕 其实是这样的 分手这个事吧 它也不是一时的 尤其像我们这种谈了好几年的 肯定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蜡锯战才下地决心 我在飞破斯前的一个多月就有了一些心理准备 而且这个事吧 因为某些原因还是我自己先提的 所以按理说 我不应该有什么过激的反应 可是人这种生物啊 就是很矛盾的 即使你做好了一切心理建设 当事实摆在面前 尘埃落定的时候 你又会崩溃 因为这毕竟是分离啊 我记得当时躺在检察员旁边 等待回复的那一晚是十分忐忑 失眠嘛 倒不至于 因为我这个人 就是天大的事 也不能阻止我吃饭睡觉 I am real sleeping queen 似乎是有些缺心眼 但不代表我不伤心啊 个人体质如此 我也没办法 等半天 她也不回 我刚准备睡觉了 她回了 唉 零了还想摆我一道 看到确认回复的那一刻 虽早有预料 但心里还是咕咚一沉 紧接着就有一点蓝嗽香菇 可是旁边的检察员 正快乐的玩手机呢 我是一点声响也不敢发出啊 我不能让她看出半点端倪 首先啊 我不是不信任她 她这个人呢 也挺nice 只是我不想因为自己的事情 而影响到他人 其次 我更怕她会安慰我 so 我只能憋着 可我又憋不住啊 我就只能用手捂着嘴巴 悄悄的疯狂流泪 像这样 惨不惨 唉 还有更惨的 哭着哭着 居然尿急 旁边又没指 我就只能用被单 随便把鼻底眼泪一抹 脸上还挂着一抹 轻松的微笑 悄悄的走去洗手间 轻轻的关上门 坐在马桶上 继续边流泪边吁吁 拜托 关键时刻 怎么就不能让我 彻底背情一把呢 这该死的膀胱 人小说里分手 多么撕心裂肺啊 上完厕所出来我就困 于是啊 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巴掩 想起这个事来 还是挺难受的 决认应该再哭一下 毕竟这么多年的感情 怎么呢 也得有点仪式感啊 于是我决定 装睡等检察员出去吃饭 然后我再起来接着哭 检察员一出门 戏金元就上线了 我就想 在这安静的房间里大哭 隔壁有可能会听见的 而且我自己也会尴尬 结果上厕所时 看到旁边的大浴缸 忽然灵光一现 人MV里的情侣分手 不都穿着衣服 冲着淋浴在那哭吗 我也可以啊 我可以放着淋浴 然后泡在浴缸里哭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悲情的吗 那淋浴声 也正好可以抵消部分哭声 尴尬瞬间消除 绝了 于是二话不说 立刻行动 结果 水放多了 我一屁股坐下去那一刻 水漫 金山寺 嗯 顾不了那么多了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我朝着大海的方向 嚎啕大哭 这下终于够drama了 可是没哭两下 我就饿了 就赶紧洗漱一下 出门觅食了 先填饱肚子才有 力气继续悲情事业吗 吃完东西啊 我就在酒店附近晃悠 还特别中二的 录了一首唱八的苦情歌 那眼睛啊 唱完歌我可能觉得 还不够悲伤 就去了酒店附近的那个 不知道是海啊 还是湖的地方 吹吹冷风 正好带了相机 寻思着拍两张苦情照 也不错 分手了 怎么能不发一个 悲情的朋友圈呢 于是就使出浑身解数 摆出了悲伤的pose 净显心灰意冷 有没有 拍完照片 我对当时的苦情追求 感觉很饱满了 结果没想到天空作美 这云啊是越来越黑 这风啊是越吹越狂 就在我拍完最后一张苦情照时 忽然下起了 倾盆大雨 啊 淋雨 perfect 一时之间 情绪到达了顶点 悲情剧女主角 就是我 悲情朋友圈 get 后来想想 当时的种种中二行为 分明就是 圆了儿时 非主流 悲伤文学的梦想 笑得我鼻涕都出来了 伤心之余 我仿佛听到了 来自泪心 深处的呐喊 我终于不是无敌身影吗 我真的分手了 我真的 分手了 当时 灵完雨回到酒店后 洗完澡 检察员还给我泡了一杯红糖浆水 然后他就上一边和女儿丈夫开心的视频了 旁边房间的两个小姐姐呢 又在厨房里煮东西吃 我们当时住的是那种家庭套间 大家都各聊各的 虽然闹腾 但坐在沙发上呢 我却觉得很心安 正好那时又收到了来自大学挚友的安慰长邮件 看着他温暖的文字 听着身边的欢乐 心里忽然被安慰了许多 虽然那时离治愈还有很长一段路 但第一次的释然 就从那一刻开始了 其实我不是故意这么抓马的 就是从小到大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到最后都很容易变得戏剧化 真的无解 唉 分享这个故事 也是想告诉大家 分手没什么大不了的 也许它是颗苦果 难以下咽 但消化过后 它必会变为让你成长起来的养分 再往后走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人生除了生死并无大事 虽然我也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走出来 但你们要记住 痛苦只是一时的 只要抱着向前看的目光 总有一天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就像我今天如此逗逼的和你们分享 曾经令我崩溃万分的分手经历 如果如果这么巧 屏幕前的你 正陷于此种痛苦之中 你要这么想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嘛 虽然我那新的到现在都没影 由于在珀斯发生了如此这般大事 我这辈子怕是也忘不了它了 这地方随着我的精力流入了我的骨血 我怕它嘛 有段时间确实怕 甚至再也不想飞这个地方 可是后来我却深深的爱上了它 为什么下期告诉你珀斯有多宝藏 好了 本期八卦就到这里 喜欢别忘了圆圆圆圆圆圆的东西 圆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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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东西 我是脸圆眼睛圆的圆眼君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或许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